萨姆尔记上二章一到三十六节 他拿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没有科比等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因耶和华是大有志士的神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永世的功都已折断 跌倒的人以力量竖腰 素来保福的人反作庸人求食 饥饿的再不饥饿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 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耶和华使人死也是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寒人 从粪堆里提拔穷罚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得着荣耀的座位 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十二人在黑暗中 寂然不动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与耶和华争敬的 必被打碎 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必审判地籍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 考取树高者的脚 以利加拿往巴马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这二祭司带百姓 是这样的规矩 凡有人献祭 正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拿三尺的叉子 将叉子往罐里 我顶里 火符里 火锅里一插 插上来的肉 祭司都取了去 凡上到世罗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又在为烧纸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 对献祭的人说 将肉给祭司 叫他烤吧 他不要煮过的 要生的 献祭的人若说 必须先烧纸油 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 仆人就说 你历史给我 不然我便抢去 如此 这二少年人的罪 在耶和华面前胜重了 因为他们藐视 耶和华的祭物 那时 萨姆尔还是孩子 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他母亲每年 为他做一件小外袍 从这丈夫上来 献年纪的时候 带来给他 以利为以利加拿 和他的妻祝福 说 愿耶和华 有着妇人 再赐给你后裔 代替你从耶和华 求来的孩子 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耶和华眷顾加拿 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那孩子萨姆尔 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以利年胜老迈 听见他两个儿子 带以色列众人的事 又听见他们 与会墓门前 伺候的妇人苟和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 我从这众百姓 听见你们的恶行 我儿啊 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人若得罪人 有事实审判他 人若得罪耶和华 谁能为他祈求呢 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孩子萨姆尔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有神人来见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 做奴仆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在以色列众志派中 我不是检选人做我的祭司 使他烧香 在我坛上献祭 在我面前穿以佛德 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 都赐给父家吗 我所吩咐献给我之所的祭物 你们为何践踏 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 飞祭呢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曾说 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我却说 绝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日子必到 我要折断你的绑币 和你父家的绑币 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 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 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 在你家中 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我必不从我谈前灭 进你家中的人 那未灭的 必使你眼目干扁 心中忧伤 你家中所生的人 都必死在中年 你的两个儿子 和逢尼菲尼哈 所遭遇的事 可做你的证据 他们二人 必一日同死 我要为自己 立一个忠心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在 我的受高者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 都必来叩拜他 求块银子 求个饼 说 求你是我祭司的职份 好叫我得点饼吃 好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